我要和大家分享一個阿伯吃屎的豬豉 好吃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虛構 全部都是假的,先打個頭盔 剛剛放空,吃一間厲害的 因為他拉菇今天幫病人換片 入片問屎那些,經常都做 看到遠處的伯伯,臉上有屎 要舔一下,立即我走過去 原來他不斷拗自己屎 整身都是屎 心想為何拿屎上身,還要吃完 這是他DEMAND的腦退化症 搖來搖去的,但不知為何,之前沒有綁 不知為何伯伯的contracture有暖 然後手手腳都很硬,按住他 他有大力 阿姐都跟他說,是為何有事 真是吃屎的,超嚴重的 他在罵他 哇,新聞說為何他屁股 整個尿片都是屎 芝士豬扒焗肉醬意粉 整身都是味道,抹完都好像有味道 他最重要是嘴巴也有 要舔一下,超嚴重的 即是我們抹呢,用那些 12斤 抹完臉,抹完肚子,背部也有 那條片呢,他應該是之前查過那條片 所以那些帖子呢,那條片都鬆開了 沒見過那些人吃屎 這次真是奇景 然後我看I.O. 吃東西,撒東西那些紀錄 原來整個星期沒有撒 上一輪才塞完鬥屎 今輪特別多 整條片都浸了屎 其實這些都很常見 不過這次的屎是 好像融一樣 色澤都正常的 即是黃黃的,啡啡的 好過撒不出 好味噢,這個很彈 我聽我在青山醫院做的朋友 所以說呢,有時候呢,當些患者呢 抹I.O.呢,intect會抹尿 或者是屎 反過來 我這次終於親歷其境 看到病人吃屎 通常呢,這天白呢 這麼亂的話呢 通常都會綁的 那為之亂呢 就是譬如說 問他哪裡不知道 問他早上晚上不知道 問他叫什麼什麼不知道 他經常在自然自然自然 他經常在這裡 手手腳腳摸摸摸摸摸的 就是為之亂的 通常都要綁的 因為怕他呢 會拔住那些喉 這樣就吃完飯了 好味道,正 平時呢 香港人吃屎吃得多 不過呢 真的吃屎的 我也是第一次見 不過呢,事實證明了 吃屎應該不會死的 因為呢 我見過 伯伯呢 還生糕糕在這裡 起碼不會即時死 但是奉勸大家呢 千萬不要試 但是至於你說 會不會長期對生命構成威脅呢 就不知道了 但我相信呢 應該有很多菌的 啊 千萬不要吃屎啊 在Youtube裡面 拉估兩醫院日常 這個Playlist還有整大個系列 給你慢慢看 記得Like我Facebook Follow我Instagram 以及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Facebook的朋友 記得按搶先看 Youtube的朋友 記得按平安鐘 那就不會失去任何一條新片了 大家有什麼關於醫院的事 也可以在留言 開心分享 下集見,bye 拜拜